这绝对是最猖狂的臣子 他一把将皇后推倒 竟然在交房殿来去自如 然而 作为天下之主的汉县帝 却不敢管 东汉末年 皇帝昏庸无能 各路军阀歌剧 民不聊生 曹老板挺身而出 掌握了军政大权 汉县帝成为傀儡 这天 曹老板之子曹丕 又来皇宫巡视 汉县帝却躲在屏风后唱小曲 掩饰内心的痛苦 但没唱几句 曹丕就操练完毕 就在这时 宦官来报 说是曹老板征讨关羽身亡 关舅已经被抬到夜城 汉县帝心情大好 在他看来 曹老板一死 他就可以摆脱傀儡的身份 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汉县帝兴奋的率领文武百官 出门迎接 看到官就进城的那一瞬间 他高兴地仿佛回到了童年 但同时又发挥精湛演技 但很快他们就哭不出来了 话音刚落 一身黄金铠甲的曹老板 潇洒出场 原来是空欢喜一场 曹丕立马变回那个乖巧的儿子 汉县帝的演技更夸张 曹老板猜出两人的心思 说吧 看向汉县帝的老丈人 福国丈 最后 曹老板训斥起了文武百官 原来 灵鹫里的是关羽 福国丈下的跪地服软 而汉县帝则接着表演 曹老板抬回官就 除了敬重关羽 还未试探 面对汉县帝的殷勤 曹老板丝毫不给面子 汉县帝的脸都快气绿了 但没有实权 只得人气吞声 为此 还准备了美人计 就是这个如花似玉的红衣女子 女子名叫灵鹫 让曹老板眼前一亮 抱着灵鹫进了寝宫 眼看就要干柴烈火 曹老板却突然转身而去 这让十八岁的灵鹫 很是意外 却也无可奈何 众人皆知 曹老板喜欢美女 却不知她有个特殊的嗜好 天爱人妻 灵鹫身为黄花大闺女 即便是长得像貂蝉 也入不了曹老板的眼 让人不知道的是 灵鹫其实是貂蝉之女 当年 曹老板为了得到貂蝉 在下批 杀了吕布 结果 貂蝉自尽 为了替爹娘报仇 灵鹫使出浑身解数 很快 年过六旬的曹老板 重振雄风 还把她带到自己的住处 同雀台 谁知当天晚上就发生意外 福国仗逼迫汉先帝 截下讨伐曹老板的诏书 黄上若有心三千月甲可吞武 成败 再次一举 杀了他 就一定能救阵于危难 他不是董卓 汉先帝表面为难 心里 其实比福国仗 更想曹老板死 先不说邪天子 以令诸侯 光是头顶的青青大草原 就让人无法忍受 可汉先帝又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 该用左手写下血照 但诛杀曹老板并不容易 话说着曹老板 掌握实权 兵强马壮 福国仗决定从曹丕下手 还让自己的皇后女儿 假意顺从曹丕 曹丕是个有野心之人 多次劝说老爹 废了汉先帝 自立称帝 然而 曹老板却强烈反对 自始至终 都认为自己是汉臣 这让曹丕很势不爽 在皇后的劝说下 曹丕同意放水 如此一来 福国仗的死士 摸进了城 这一夜 杀生四起 眼看要杀入铜雀台 谁知 曹老板的虎卫军 勇猛善战 很快 就将一众死士团灭 然而 还是有两个漏网之鱼 摸进了曹老板的寝宫 此刻 曹老板已是睡意朦胧 灵鹫将匕首藏入袖中 正欲行刺之时 突然 一只利剑来袭 惊醒了睡梦中的曹老板 曹老板老当一壮 就当他与死士对峙之时 曹丕从背后将死士解决 刺杀行动就这样结束 死士被团灭 争所谓虎毒不食腹 原来 曹丕将计就计 利用刑刺之事 激怒曹老板 让他篡位 活不其然 看到汉先帝的招书后 曹老板怒火冲天 而灵鹫站在角落里 看到这一切 立马将匕首收了回去 账迁死士 都杀不了曹老板 更何况他一介弱女子 只得静观其变 寻找机会 隔天一早 曹老板怒气冲冲地去上朝 做贼心虚的重臣 假装镇定 爱亲 快平身 谢皇上 臣 原本 汉先帝想要逃走 没想 却被曹老板叫住 昨日 此话一出 群臣吓得直打哆嗦 为了阻止曹老板 接下来的行动 汉先帝命人 抬来七星宝刀 送给曹老板 原来当年 大魔王董卓 掌握朝廷大权 杀太后 睡公主 驻皇宫 为所欲为 还是热血青年的曹老板 手持七星宝刀 刺杀董卓 虽然失败 却名扬天下 正今日刺你宝刀 当以此为荣 以此为戒 提及刺董 曹老板只说 当年年少无知 难道为王位当年的义举 刚刚后悔了吗 后悔 荒福汉事 重振朝纲 是刺杀一个人 能换到的吗 最后 曹老板转移话题 臣的部下 跌到一些野位 献给皇上 好啊 那就来个 秦寿之宴 谁知 端出来的 却是一盘生熊掌 这道菜 是福分到了 才可以享用 曹老板叫人 一一点名 将参与行刺之人 都叫了出来 这些人下的面色发白 爱亲 这口味 是否过重了些 吃 吃 没人吃 看他还得 皇上发话 众爱亲 用膳 吃熊掌 吃熊掌 面对逼迫 福国账 只得妥协 而皇后 为了替父亲 找回面子 抢过生肉 塞进嘴里 眼看事情败露 福国账 再也装不下去了 一切与他们无关 福战人 姑听不懂 昨夜杀你 我是竹梦 谁知 曹老板并不上当 他用诏书 擦了擦刀上的血 皇上 你不是用左手写字的吗 说吧 是谁胁迫你的 不会是皇上 要杀魏王吧 曹皮火上加油 本想激怒老爹 让他称帝 放手 到底是谁 曹梦德 是我 我胁迫皇上 儿等太着急了 姑不怕有敌人 姑就是怕有余权的敌人 曹老板笑了 笑他们肤浅 蜀目寸光 如今天下十三周 曹老板虽独占九周 实际上是三分天下 熟汉 东吴的势力 也不可小觑 与儿等为敌 是对姑的输入 与我父亲无关 全是本公主使的 我杀 就杀了我吧 皇后本想认下所有罪名 替父亲洗清嫌疑 可终究太天真 密诏泄漏 证据确凿 曹老板将主谋服国杖 拉下去 杀鸡敬猴 并没有追究其他臣子 而曹丕 奉命杀皇后时 却因于心不忍 逼汉贤帝求情 你要做什么 她是你的皇后 你说句话吧 朕说的话 还有人听吗 皇上说点什么吧 臣一定照办 殊不知 汉贤帝早就发现两人的关系 因为害怕曹老板 不敢对曹丕下手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打击曹丕 他又怎能放过 这谁为王 获于无奈 曹丕只得解决了皇后 而服国杖 被拉到刑场 五马分尸 在百姓的叫骂声中 服国杖终于清醒 得命心者得天下呀 难道这是天意 曹老板虽携天子 以令诸侯 可他与烧杀抢掠的 董卓不同 曹老板雄才大略 改良农业 打破世袭 选拔人才 让百姓安居乐业 服国杖虽已明白 可为时已晚 看到服国杖被乌马分尸 百姓拍手叫好 就连灵鹫身边的婢女 也跟着开心 因为自从曹老板来了后 他们就不用拾不国父 居无定所了 在夜城 这些都是魏王给的 灵鹫听到此话 开始质疑刺杀曹老板的行动 甚至是劝说 同为刺客的老乡好 穆顺放弃行动 与自己一起远走高飞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谁知 穆顺却对着 他的肩膀咬了一口 穆顺之所以点到为止 并非害怕曹老板 原来 他为了进攻 挨过一刀 你要的我给不了 两人不欢而散 殊不知 曹老板已经发现了 灵鹫的秘密 不过 这段时间的相处 让曹老板对灵鹫 产生好感 并未过多责怪 而曹老板 很快就查到曹丕身上 原来 那晚的刺杀行动 是曹丕联合服务国账 策划的阴谋 那夜 刺客来袭 你事先听着风声 家伙给皇上 天下有变 我们不变 就是他们杀我们 过来 面对质问 曹丕差点被吓尿了 因为此时 背后有无数见识 瞄准了他 若是说错一句 就会被万箭穿心 阿爸问你最有一句 如果阿爸没一成敌 你可有师父之心 曹丕还没回答 就被曹老板堵住了嘴巴 阿爸能走到今天 就是从来不相信任何人 曹丕下的语无能次 就连空气中 都弥漫着杀气 曹老板走出去后 随后举起左手 绝望的曹丕 闭上双眼等死 正所谓虎毒不食子 知子莫若妇 他的这些小心思 早就被曹老板看穿 万箭齐发 是曹老板给他的警告 父啊 儿臣之错 父子之间 没有隔夜仇 曹老板与儿子兵事前嫌 还告诉他 最近夜城附近 有军队驻守 只怕会有变故 而他的投机 也越发严重 为了以防万一 让曹丕以东寿的名义 将汉先帝 请到铜雀台 临走前 曹老板特意交代 父王 信任 而汉先帝 因国障被杀 越发疯癫 居然在朝堂上 玩起了游戏 命人戴上面具 乔装成曹老板 发泄内心的不满 好你个曹老板 又是你 你说出兵就出兵 你说平凡就平凡 到底你是皇帝 还是我是皇帝啊 让汉先帝不知道的是 曹丕已经来到 还在背后看戏 我让曹丕将军进阵啊 但汉先帝玩得正起劲 陈 曹丕参见皇上 白日梦被惊醒 汉先帝也不尴尬 一本正经地坐了下来 曹将军上朝 所谓何事啊 魏王 要肾上 即刻体臣前往夜臣东手 如果朕不去呢 曹丕本想用墙 但经历上次之事 还是装模作样的贵倾 一个无权无视的帝王 只能照做 转眼 到了狩猎当天 汉先帝为了讨好曹老板 将自己的弓箭递给了他 皇上收中了 皇上 皇上 公和剑都是皇上 理应归皇上 这样的说辞 似乎很有道理 可在汉先帝看来 他这个皇上 只是一个白色 很快 他就爆发了 决定刺杀曹老板 还联络了镇守边疆的大将军 和暗中训练了十年的死事 为了今天 我们忍受了十年 曹梦德 就是杀害你们父母的仇人 汉先帝决定 在中秋夜行刺 他们以长明灯为信号 来者何人 大将军以救火为名 带人冲进夜城 没多久 就迎面撞将了曹老板 是曹贼 杀了他 殊不知 此时 灵鹫正在城楼上 守株待兔 看到曹老板的身影 拿起长矛 一遇而下 但靠近时 才发现 马上之人 并非曹老板 而是老乡好穆顺 原来 昨晚穆顺刑刺 曹老板失败 和他做了一笔交易 由自己乔装成曹老板 替他引开追兵 换取灵鹫的自由 没想 却阴差阳错地被灵鹫赐死 曹丕带领侍卫 与死士决一死战 此事人多是众 居然将曹丕 打得落花流水 鲜血染红了铜雀台 曹丕一死 曹丕投降吧 将士们误以为曹老板已死 纷纷丢盔弃甲 只有曹丕一人不相信 就在这时 一阵巨响传来 铜雀台的台阶 突然裂开一条暗道 曹老板带领虎卫军 潇洒登场 原来 曹老板在见铜雀台时 留了一手 暗道中 可藏数千虎卫军 看到曹老板霸气归来 杀了 大王不死 这门还不放下兵器 皇上 我们父子尽力了 此知大势已去的大将军 挥刀自信 此时的汉仙帝已是孤家寡人 爱琴 你吓死真了 你怎么从地底下钻出来了 被帮修建铜雀台 就未等这一天 事到如今 君臣二人终于将事情说破 汉仙帝一生颠沛流离 九岁登基 被董卓挟持 生不如死 在他十五岁时 曹老板来救驾 将他迎回叶城 可这二十四年来 两人的关系早已发生变化 林青与同确材相同 是真 同确材的防御进攻 也是真 那都是为保大汉安慰与收获 为什么不保持权力交给我 无论曹老板如何解释 汉仙帝一句也听不进去 时至今日 你要么杀了我 你要么还胜于我 曹老板一见回来 却没有杀汉仙帝 而是拿出一幅三国地图 曹老板告诉汉仙帝 自己的心愿是灭属乌两国 一同天下 振兴汉氏 自始自终 都没有篡位的想法 汉仙帝一脸苦笑 再次唱起了小曲 然而八个月后 曹老板病逝 曹丕逼迫汉仙帝让位 自此汉朝灭亡 我贺疯子谁都不认 就认你 认得好 认得好 贺仁龙听旨 臣在 贺仁龙身为总兵 致使脚贼军心 不退一退 抗击不遵 俱不冲兵 遵责身 我法难容 孙传庆 你以为 你杀得了我 从今而后 宏官没有贺家军 只有大明军队 眼前这个霸气十足的男人 名叫孙传庭 他是大明兵部都师 新官上任三八伙 他上任的第一天 便斩杀了拥兵自重 不听指挥的战将贺仁龙 在明朝 兵部都师是除了皇帝外 最大的官员 可以调动大明所有的人马 殊不知 就在前几天 孙传庭还是借下之求 明朝末年 朝廷腐败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启军 越战越强 试图攻战开封 几经激战 明军败落 伤亡惨重 战事紧迫 朝中以巫帅可用 迫于无奈 皇帝启用罪臣孙传庭 三年前 孙传庭在与李自成的对战中 打过多次胜战 令人闻风脏胆 却被奸臣弹劾 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 孙传庭放下个人恩怨 以大局为重 同意出征 皇上问他需要多少人马 孙传庭自信满满 只需五千精兵 再加上当地驻军 即可荡平闯贼 在孙传庭看来 闯贼都是些乌合之众 不足为患 此时大明国库不足 孙传庭的豪情壮志 正符合皇上的心意 就这样孙传庭临危受命 从阶下求 成为大明兵部都师 火速赶往目的地 傍晚时 孙传庭来到同关 唯独不见 圆角总兵贺人龙出城迎接 手下汇报 说是贺人龙对抗闯贼未归 天高皇帝远 殊不知这贺人龙 鞠躬自傲 目无王法 进去洗劫了一个村庄 贺人龙行事毒辣 将女人们带到营地 供手下享乐 更是砍下男人们的头颅 冒充闯贼 隔天 贺人龙去拜见孙传庭 贺人龙顾忌重演 献上百姓人头 谎称是闯贼 孙传庭早已派人连夜调查 为了不打草惊蛇 假意笑脸相迎 同时孙传庭又派人 以风赏 稳住贺人龙的手下 果不其然 贺人龙被哄得分不清 东南西北 就当他放松警惕时 孙传庭拿出圣旨 说出他的罪行 官兵一拥而上 将贺人龙制服 原来贺人龙的罪行 皇上早已知晓 贺人龙外号贺疯子 曾是武进士 作战勇猛 人见人怕 天高皇帝远 拿他没办法 如今孙传庭当机立断 搅其蟹 兼其党鱼 斩其手机 此举让孙传庭 在军中立位 收回同关大权 按理说 照此下去 出关搅扣有望 但很快 孙传庭就发现了几处大问题 你见过这样菜的射击术吗 火枪打不准 火炮打不响 你敢相信吗 这竟是明朝士兵的训练基地 只因他们大多都是新兵 毫无战斗经验 打不到把 加以训练 掌握技巧可以改善 可武器大都有故障 都师孙传庭着急了 到军械库内一检查 才发现火器遭遗修化 但要数量不足 令人更加气愤的是 粮仓内麻袋里面 大都装的是沙子 如今贼寇虎视眈眈 大明江山 危在旦夕 这样的装备和士兵 如何上战场呢 孙传庭怒不可遏 一气之下 挥刀斩杀了建梁官 闲线军营存在问题 而后方的皇上 却起了疑心 因为收到孙传庭 催梁增兵的消息 皇上怒气冲冲 当初说好了的 只需要五千金兵 如今却要加钱加粮 皇上担心给了粮后不出兵 再者 自贺人龙被斩杀 他就夜不能寐 为什么呢 担心孙传庭功高震竹 对自己形成威胁 换说给了钱粮还不出兵 岂不是又养了一个贺人龙 皇上不顾孙传庭的诉求 没有再给予任何钱粮支持 只是派人传圣旨 虽孙传庭赶紧出关脚扣 解开封之为 在皇上看来 只有出兵 才能保住大明江山 然而没有军粮没有装备 饿着肚子如何打仗呢 就连出城也困难 一些士兵因为吃不饱 竟然连战马和信鸽都不放过 起初孙传庭还抱有希望 他安慰士兵 朝廷拨下来的军饷快要到了 不料收到的佳级文书中 都是催他们出关搅扣的 对于补充军饷和增兵之事 只字未提 孙传庭值得自己想办法 于是召集了城中的富强们 打算让他们捐钱捐粮 此刻 军中士兵连饭都吃不上 而他们却大鱼大肉 山珍海味 还有歌姬跳舞助兴 当孙传庭 说出需要十万辆白银 作为军饷后 之前还一脸恭维的富强 立马化身为铁公鸡 找各种理由推脱 孙传庭只得小智一晴 动之一礼的劝说 若是同关沦陷了 他们所有的身家 还不都是贵闯贼 甚至就连性命也难保 可对方并不懂这些 表面连连称赞 行动上却十分消极 一番募捐下来 加起来不足两千两 同时还转移话题 重新上奏 让朝廷播出军饷 这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 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 大明朝如果灭了 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孙传庭怒斥豪强 愤然离去 可他并没有放弃 隔天 孙传庭来到郊外勘察农田 原来大明开国初期 实行了士兵囤守制度 二分守备 八分囤田 每个守兵都会分得 相应的农具和田地 每年必须生产出 十八食粮食 留下十二食作为口粮 其余的入库 以备不时之需 这样一来朝廷不用给军饷 还有所收获 可如今 守囤制度早已废弃 田地早已被地方豪强侵占 孙传庭也不客气 当即决定 勘测天母 核对守兵人数 打算让豪强们 补缴这些年欠下的军粮 就当孙传庭为军饷之事 忙得焦头烂额时 军营之中出现了更大的危机 疫病 起初有艺人发热 呕吐 出现类似于感冒的症状 军医束手无策 于是请来药局提领赵川 可此时病人已经报亡 经过检查 赵川的结论是突发伤寒 指挥使任其并没有多想 命手下将尸铁抬出去埋了 随之没两天 营中患病之人越来越多 任其再次找来赵川 给士兵看病 不料吃了药之后 依然不见好转 每日死亡人数激增 任其担心扰乱军心 于是瞒着病情 没有上报 打什么的 新医的 大哥 正好让他看看你的伤 你 过来 我们医者有六不治 交资不论于理者 不治 这个长得像童年阴影的大夫 并非安大夫 而是江湖游医 吴又渴 当年 他曾是太医院的一名御医 找他的都是王公贵族 血因看不惯官场昏暗 拥医当道 自愿抛弃 荣华富贵 犹如苦行僧一般 流落死方 以行医救人为乐 可乱世之中 谁又能置身于世外 仅仅只是躲个鱼 就被几个凶悍的散兵抓住 对方虽是散兵 早已沦为强盗 见吴又渴 手无腹肌之力 身上没有任何油水可捞 对其痛奏一顿 得知吴又渴 是一名游医 便让他们为老大智商 期间 吴又渴 同情一个 被他们称之为 流寇的男人 还提出帮他智商 肥手的病 你都看 你是吃饱了 撑的 就当吴又渴 忙活之时 男人的同伴来救他了 混乱之中 吴又渴 差点招募伤 男人应感恩将他救下 原来男人是 闯王李自成的铁粉 还劝吴又渴 随自己 一起去投奔闯王 将来得了天下 要一进还乡 吴又渴拒绝了 在他看来 功名富贵 只是浮云 不久 吴又渴路过通关 便去拜访了师父赵川 还随师父一起问诊 期间 两人却开出了 不同的药方 师父赵川是个保守派 认为生病的士兵 得的是伤寒 用传统的精方药物 治疗即可 吴又渴否认了 这绝对不是 普通的伤寒感冒 因为普通感冒 不会大面积感染 他们热而不寒 很有可能是 稀弱邪气 染上了瘟疫 必须引起重视 可师父赵川 却是个老孤董 一口咬定是伤寒 还说吴又渴 不能应游离时 侥幸治好了几个患者 就对医生不尽 师徒俩 因此发生了争执 一怒之下 师父赵川将吴又渴赶走 让他再也不要来军营 吴又渴又无法说服师父 可眼下 他也没有好的医疗办法 只得先行离开 另想他法 在路过一条河时 吴又渴看到 有东西飘过 定睛一看 竟是一具尸体 吴又渴被吓得不轻 在进入附近的小镇时 曾经热闹繁荣的大街 死气沉沉 吴又渴觉得奇怪 打算静无问原因 可里面却并没有人回应 门上贴着趋温的符咒 吴又渴壮着胆子进了屋 才发现屋里全是死人 死相极为恐怖 恶丑难党 就连他这个大夫也受不了 冲到窗边呕吐 不料开窗的那一瞬间 看到阳光下的飞尘 吴又渴恍然大悟 终于知道了 疫情传播的原因 于是急忙返回师父家中 向师妹讲述了 疫情传播的缘由 并且就像飞尘一样 来无影去无踪 是通过空气传播的 如果我吸尽力气 然后染上了瘟疫 再呼出来传给你 吴又渴向师妹解释了 瘟疫传播的途径 两人赶紧去找师父 不料还是来晚了一步 师父已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原来就在吴又渴离开后 师父按传统的金方开了药 士兵喝了之后 丝毫不见好转 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的死去 只会使人起眼怒气冲冲 给了师父三天时间 治不好不准离开 师父绞尽脑汁可依然不见效果 随着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 病人都不肯吃药 直到看到一个眼角渗血 当场暴毙 师父崩溃了 他无法解释缘由 这时眼角也渗出了血 就连他自己也患上了瘟疫 就算不能救人 也不至于杀人啊 就连出对了 师父耿耿于怀 悲愤交加之下 冲向士兵的兵器命丧黄泉 就当指挥士仁奇不知如何是好时 吴又可找来 他告诉仁奇 瘟疫的传播方式 你能知 首先要告知全城百姓 大意将至 务必人人小心 首先就是要隔绝病患 再者就是开窗通风 阻止疫情蔓延 话音刚落 仁奇便大怒 他认为此事若是传出去 军心定会大乱 这样一来 他们如何去打流寇呢 吴又可气愤 告诉他事态的严重性 可仁奇宁可找人做法驱鬼 也不愿意将此事透露出去 毕竟就连他的师父 也束手无策 如今贼寇兵临城下 士兵却相继感染怪病 当都市孙传廷得知消息时 疫情已变得十分严重 死亡人数也越来越多 以怒之下 都市孙传廷命人 将仅剩的军衣拉去严惩 听说有人被斩首 承重所有的大夫都跑了 可疫病总得治 只会使人妻担心受罚 于是将吴又可供了出来 说他可以治 夜里 孙传廷便亲自拜访 请吴又可去治疗疫情 还问他可有把握 吴又可虽能说出传染的缘由 可这样的症状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根本就没有把握 孙传廷看出他的难处 可眼下同观 没有别的大夫可用 孙传廷便使用激将法 说大明 难怪有今日之祸 都是他们这些懦夫 面对困难不敢挺身而出 还提到了他的师父 虽然殉职 却有救人为宪的义德 只是可惜了 他的徒弟没能学到 他的舍身济世 吴又可犹豫不决 他问师妹 自己该不该去 父亲已临世 师妹担心失去唯一的亲人 便劝吴又可不要去 然而自小行医的吴又可 又怎忍性抛下患者苟且于世呢 天刚亮 吴又可便给了师妹 一个可以预防瘟疫的药方 紧接着来到军营 找到都市孙传廷 立下军令状 吴又可愿领此命 以毕生所学 与瘟疫一搏 不成不退 两人达成共识后 吴又可便开始行动了起来 首先就是以白布裹面 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口罩 戴上之后 查看患者病情 给他们发放不同颜色的布条 当口罩 再根据症状进行分类隔离 至于死去的患者 用石灰消毒后就地焚烧 以此来防止瘟疫再次扩散 同时吴又可 又开始研制和熬制解药 果不其然 瘟疫感染人数减少 不过他的药 并不是针对于所有人 新患者喝了明显好转 一些严重的患者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不但没有缓解 反而越来越严重 见此情形 一些人便不再喝药 其中一人甚至是持权威胁 最后还是由孙传廷派出的高手 摆平了此事 虽然说死亡人数没有下降 但他们都是隔离患病去的 幸运的是发病人数明显减少 为了稳定军兴 孙传廷下令 将病死者视为阵王上报给朝廷 所有赋税一律免除 师妹为了给吴又可打气 以他妻子的身份进入军营探望 吴又可将自己医治瘟病的手稿 交给了师妹 若是他失败了出不去 他希望这些手稿可以帮到后人 吴又可又说 如果自己成功了便带着他和孩子回苏州老家 这便是他对师妹的情谊 此刻 孙传廷正在清点粮草 得知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 便以大明开国的囤守制度 让豪强 补教被他们侵占的良详 不料 豪强们不仅拒绝补教 还阻止士兵 勘察天母 甚至是暗中放了一把火 将正举焚烧 就连王令石也被活活烧死 就当双方斗智斗勇时 吴又可这边 在治疗一名患者时 发现他的战袍下 居然穿着丝绸衣物 一番盘问 才知他去了城西的乱葬岗 叶里 吴又可躲在乱葬岗 看到了几名士兵 正在挖取尸体 还给他们换上了士兵的衣服 来骗取抚讯金 吴又可又将此事 汇报给孙传廷 一番盘插之后 真相大白 原来只会是任其 才是主谋 不仅如此 他还勾结地方豪强 知道真相后 孙传廷并没有杀他 说是要给任其 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叶里 犹豫不决的孙传廷 找到吴又可 问他大黄 乃是虎狼之药 为什么要给那些重症病人用 吴又可回答 此药虽猛 可在大意前 铤而走险 或许才有一线生机 随后又说到了后悔药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当断则断 错过一线生机 就生死两隔了 殊不知 孙传廷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医家治病 兵家打仗 其实用兵和用药都一样 回去后 孙传廷下令 将重病患者关了起来 紧接着让任祺 以出征送行为由 将豪强们聚集在一起 说是今晚 就将他们侵占的土地收复了 花音刚落 士兵便将五花八榜的人祺 押了出来 孙传廷不怒自危 还说他们私战军田的罪行 还有冒充因疫而亡的士兵 领取抚训精 冲敌赴水的恶行 死到临头 豪强们并不认罪 还说任祺的话不足以为证 不料孙传廷怒不可遏 下令杀鸡警候 其他豪强担心掉脑袋 吓得瑟瑟发抖 孙传廷当众宣布了他们的罪行 你们43家都是害国之贼 斩首势众 家产成功 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 人心 就是粮食 粮草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就是出征了 在吴有可的努力下 只有几十个患者 还在重病区 时间不等人 这些人无法去打仗 留在同关城中 也会成为隐患 这晚孙传廷将吴有可约到家中 就像是老朋友一样 把酒言欢 还让夫人谈情助性 实则是为了拖住他 暗地里 却让任祺以戴罪立功为名 带人杀进了重病区 他们将重病区牢牢封锁 引燃了提前准备好的木柴和硫磺 侥幸逃出来的 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子弹 一时之间犹如人间炼狱 吴有可得知此事后恍然大悟 原来孙传廷说的猛药便是指此事 医者父母心 这样的雷霆手段让吴有可心灰意冷 孙传廷欣赏吴有可 让他留下来做随行军医 三观不同 吴有可想要拒绝 孙传廷又给他下达了军令 夜里 吴有可带着师妹不辞而别 孙传廷不再勉强 几个月后 孙传廷还是没能抵抗住闯军 战死沙场 两年后 李自成入京 崇祯帝自知大事已去自尽而亡 而此时的吴有可和师妹 隐居在老家苏州 除了玄壶济世 还写下了瘟疫论 他希望将自己的防治经验 留给后人 以共参考 战国时期战虎连绵 赵国为了扩充实力 大举进攻燕国 燕王亲自带领重将到边关应战 其中最得力的要素大将军 慕容学虎 以及皇侄燕帅 然而在战场上 人命如蝼蚁 生死犹如眨眼般平常 混乱之中 燕王不慎中剑 在大将军慕容学虎的掩护下 燕王被送回营疗伤 此次双方伤亡惨重 公主燕菲尔 应担心父王安危 也来到军营照顾伤者 看着奄奄一息的伤者 公主气不成声 没想恶号一个接一个 侍卫来报 说燕王中剑 公主急忙赶去看望父王 军医告诉众人 燕王胸口的弓箭一旦被拔出 将会性命不保 燕王担心命不久矣 紧急召集 众将交代后事 燕王膝下只有一位公主 燕帅无以为 叔父要传位于自己 心中安息 谁知燕王却将兵权 交给慕容学虎 话说着慕容学虎 只是叔父捡来的一个孤儿而已 大权落入他人之手 燕帅心中很是不爽 却也只能强装镇定 临走时 燕王单独叫住慕容学虎 慕容学虎向燕王承诺 自己一定要打赢这场仗 燕王心知他骁勇善战 但兴致单纯 于是提醒慕容学虎 除了战场上的敌人 还要提防奸人暗算 交代完后 慕容学虎便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 随后燕王交代公主 带到慕容学虎凯旋归来时 就将镇国之宝 飞燕刃交给他 让他代替自己的位置 照顾女儿和燕国 果不其然 战场上的慕容学虎不负所望 率兵尽职闯入赵军大营 刹那间刀光剑营 鲜血四剑 慕容学虎凭借一身高强的武艺 以碾压之势 将敌军杀得连连后退 赵王看到这阵势 心知在平 只会成为手下败将 于是下令全军撤退 此刻 身负重伤的燕王 依旧在沙盘上分析战况 燕帅不请自来 劝说叔父将王位传给自己 燕王没有答应 还责怪他半事不利 燕帅一不做二不休 捂住燕王的口鼻 转动弩剑 让其弃绝身亡 看到屋内没有人 燕帅急忙逃出了现场 公主来送药时 燕王已经没有了呼吸 公主带着燕王的尸体回国 料理好丧事之后 就是王位的继承问题 燕帅志在必得 首先他拥有皇室血脉 其次朝众势力众多 就连公主也不如他 就当燕帅以为自己要登上王位时 谁知丞相当众宣读了燕王的遗诏 说是燕王出生前 曾秘密下诏 若有不测 就将王位传给大将军慕容学虎 燕帅的手下不服 说慕容学虎并非皇室血脉 再者 这份口头遗诏不可信 这时 公主燕妃尔发话了 说燕王重剑后 让自己将郑国宝剑 交给慕容学虎 大王就是要将王位传给公主 说吧 慕容学虎便跪在地下 丞相和其他人也纷纷推举公主 这时燕帅反驳 王位传男不传女 指不定是燕王临终时犯糊涂了 慕容学虎当即拔剑 再说大王半句坏话 就杀了你 眼看双方就要打起来 公主将两人劝住 避免了内战 硬拼对谁都没有好处 燕帅只得暂且承认公主的继承权 不过却有心为难 声称 历代燕王善战 公主乃是精知欲业 怎么能上战场 公主当众拔出非燕刃 立誓接手军训 公主燕妃尔 是燕王唯一的女儿 继承王位名正燕帅 燕帅表面同意 心中启灰罢休 为了除去公主 燕帅暗中训练了一批死士 还找来下毒高手 让她在弓箭上下毒 一个娇滴滴的女子 也能成为高手骁勇善战吗 很简单 只要接受叶师傅的魔鬼式训练 就绝对没问题 公主燕妃尔手持长棍 站立于水中伏母之上 与教官鄙视棍伐 燕国以武力国 身为公主的她 自小温武双全 从未遇到过对手 可那些只不过是假想罢了 侍卫们碍于她公主的身份 怎会动真格 可军中不同于王宫 没人会假打 公主因几步如人 没几个来回就被打落至水中 隔天训练的是骑马冲刺 仅仅一个来回 公主就被长枪击落于马下 幸好教官的枪头是不的 下午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 可训练却没有因此而停止 甚至是在泥地里摔跤 这样的训练 那是家常便饭 你一定很好奇 燕妃儿身为堂堂公主 为什么要受这样的苦呢 原来燕王驾崩后 奸臣燕帅便对皇位虎视眈眈 公主为了不让王位落入奸臣之手 只能接手魔鬼式的训练 而教官慕容雪虎 居然是青梅竹马 不过他却没有手下留情 反倒是不断加大训练强度 因为他知道 这是雪虎哥哥对自己的考验 夜深人静时 慕容雪虎亲吻着一块小石头 这块石头是他第一次出征时 公主送给他的 慕容雪虎早已对公主暗生情愫 可眼下奸臣当道 他只能将儿女私情暂且收起 一段时间后 公主的身手有了很大进展 而奸臣燕帅看到这一切着急了 这天 公主独自在河边给马儿搓背 期间 燕帅派来的黑衣杀手从天而降 公主立马潜水逃生 谁这水中也有埋伏 好在公主身手敏捷 巧妙躲过攻击后上了岸 冲到零件 骑上一匹马 疯狂逃生 然而杀手紧追不舍 还向公主射出毒针 龟影山林的段兰拳 正好在零件采药 看到一群杀手追杀一个弱女子 便仗义触手相救 段兰拳将中毒倒地的公主 燕菲尔 抱回了自己的入处 段兰拳帮燕菲尔解了毒 清醒后的燕菲尔 发现自己的盔甲被换了 再看看四周陌生的环境 便顺手抓起桌上的刀具防身 没走几步 看到戴着头罩的段兰拳 误以为他是杀手 便举刀攻击 段兰拳将他劝住 摘下头罩 竟是一个英俊男子 燕菲尔紧一眼就知道 他不是坏人 段兰拳解释 自己是住在林间的采药师 那天外出采药 看到他被一群恶人追杀 便利用捕猎的陷阱救了他 燕菲尔到过泄后 便转身离开 谁知没走几步 再度晕倒 段兰拳告诉他 鱼毒未清 接下来就理所当然的水到渠成 在段兰拳的精心照顾下 燕菲尔的伤势得到恢复 然而孤暖寡女 共处一世多有不便 特别是在换药时的肌肤之轻 段兰拳虽对燕菲尔一见钟情 却也并非无耻之辈 趁人之位 段兰拳虽身着朴素 却心灵手巧 相貌英俊 还拥有一身好武艺 香野间的粗茶淡饭 远离战争的残酷 胜过皇宫里的争权夺位 燕菲尔身陷其中 差点忘了自己公主的使命 殊不知 此刻燕国内因公主失踪乱作一团 燕帅兴知公主身重剧毒 故作不知 还到丞相处兴师问罪 说公主因吃不了苦当了逃兵 不够资格继承王位 丞相及时解释 眼下不是讨论皇位的时候 而是找到公主查清楚真相 另一边 燕菲尔自知伤势已好 新喜燕国 告别段兰全 打算明日一早回国 临走时 段兰全有一件喜讯和他分享 说自己做的天灯已完成主体部分 只差燃料了 若是收集其燃料 他便要到空中看一看 对此 燕菲尔十分向往 两人约定 一定找机会一起乘坐天灯 到空中游玩 虽没有海誓山盟 但狼情惬意 你弄我弄 二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一夜过去 燕菲尔不舍地离去 等到段兰全醒来 发现不见燕菲尔 便起身追了出去 就当两人依依不舍道别时 慕容许虎带着手下来寻人 这时段兰全才知 义中人是燕国公主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一个是青梅竹马 一个是一剑青星 两人相互吃醋 却没有恶交 慕容许虎带着公主燕菲尔回国 半路上手下来报 赵国大军濒临丞相 燕国危在旦夕 丞相告诉燕菲尔 燕帅曾以出兵为条件 要挟丞相交出玉玺 丞相没同意 燕帅便拒绝出兵 颇于无奈 丞相只得亲子迎战 如今敌我悬殊较大 赵兵有一万人马 燕君仅仅只有两千人 如何才能以少胜多 慕容学虎想出一计 擒贼先擒王 以公主作为诱敌 引出赵王 丞相不同意 因为这样做太冒险了 可公主燕菲尔 相信慕容学虎 赵燕两国交战 赵王兵强马装 势在必得 燕国大将军 慕容学虎也不是吃素的 但赵君人数是他们的五倍 想要应聘取胜 基本不可能 然而慕容学虎早就设下陷阱 携公主燕菲尔上阵 混乱之中 由公主假扮落败 将赵王引到 事先设计的包围圈之中 果不其然 赵王父子上当 被燕国士兵埋伏 很快赵王父子 因寡不敌众 被燕国士兵活作 就当慕容学虎 准备杀了赵王时 却被公主燕菲尔拦下 赵王父子情深 争着替对方领死 关键时刻 公主却同意放过两人 公主告诉赵王 燕赵两国交战多年 两百聚伤 各自受损 最苦的还是百姓 他希望燕赵两国 摒弃前嫌 化干戈为玉伯 天下不再有战火 公主为了表示诚意 将宝剑插入途中 同意放赵王父子离去 大将军慕容学虎 很是不理解 但还是支持公主的做法 回营后 赵王居然真的下令撤兵 公主燕菲尔 不费一兵一卒 击退了赵军 大胜而归的他 赢得了军心 也因此掌握了实权 至于拒绝出兵的燕帅 被革职查办 贬为庶民 此后 燕菲尔在丞相和慕容学虎的辅助下 开始处理朝政 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可他始终开心不起来 即便是有青梅猪马 慕容学虎在身边 他也没有往日的笑容 因为自从离开断蓝拳后 他便无心做任何事情 而隐居在山林中的断蓝拳 也同样对燕菲尔念念不忘 这晚闷闷不乐的公主燕菲尔在城楼上 眺望断蓝拳居住的地方 可惜太远了 看不见 慕容学虎猜出他的心思 说出断蓝拳的身份 朔月战士 当年的朔月战士 是一支所向披靡的刺客队伍 各个武艺高强 杀人不眨眼 迫于无奈 十国联手 终将朔月战士剿灭 侥幸活下来的断蓝拳 隐居山林 成为逍遥自在的山野村夫 这一切 在燕菲尔看来 乡夜间的生活比王公更快乐 隔天上朝时 燕菲尔当众宣布放弃王位 让慕容学虎和丞相两人 共同执掌燕果 他只想和断蓝拳在一起 燕菲尔去意已决 只可惜 慕容学虎来不及表白 就错过了 燕菲尔一路快马加鞭 终于赶上了断蓝拳的天灯 两人乘坐天灯 飘过丛林 扶懒旷世奇景 犹如神仙眷侣 英国大将军 慕容学虎 为了摸清楚 朔月战士断蓝拳的实力 与他在河边决一死战 慕容学虎提刀就砍 断蓝拳的刀法登风造极 出神入化之境 却因隐退江湖 早已没有杀气 但两人的决战 在所难免 只见两刀相撞的瞬间 火光四溅 殊不知 断蓝拳是处处留守 一再忍让于他 眼见慕容学虎咄咄逼人 断蓝拳不再留守 一番横批猛砍之后 断蓝拳将刀 下在他脖子上 却没有下杀手 因为他知道慕容学虎 只是在试试他的武艺 慕容学虎将燕菲尔 托付断蓝拳 告诉他 英国即将发生大事 让他保护好燕菲尔 带着他远走高飞 原来 那日公主燕菲尔辞职离凯 燕帅便暗中召集了救部 包围了王公 想要造反夺权 慕容学虎得知这个消息后 担心燕帅对公主燕菲尔下杀手 便快马加便赶来通知 在两人的住处附近 慕容学虎发现了 断蓝拳的朔月宝刀 拔刀声惊动了断蓝拳 断蓝拳安顿好燕菲尔 便到河边约战慕容学虎 果不其然 断蓝拳武艺高强 人品出众 就当慕容学虎放心离开时 殊不知 燕帅已带兵将王公霸占 就连丞相也被他击杀 慕容学虎单枪匹马返回王宫 不料接到的却是丞相的头颅 原来燕帅早已设下埋伏 只见他一声令下 大量的弓箭手准备就绪 就等慕容学虎冲到射程之内 关键时刻 旧部手持盾牌赶来相助 副将劝慕容学虎 不要白白丢了性命 他日东山再起 在旧部的掩护下 慕容学虎含着泪逃离了烟果 另一遍 段兰拳并没有带燕菲尔远走高飞 而是将慕容学虎的话转告给他 燕菲尔因放心不下燕国 决定回去查看情况 就当两人谈话之时 燕帅的死士杀了过来 段兰拳听到动静 立马和燕菲尔联手攻击 一个以刀近身搏斗 一个以弓箭远程射击 两人虽武艺高强 可死士人数众多 混乱之中 燕菲尔不慎受伤 从高处跌落 段兰拳及时将他救齐 可背后被毒箭击中 段兰拳不顾伤势 将最后一名杀手解决 平静之后 两人猜到燕国发生叛乱 为了无数的燕国百姓 燕菲尔决定要回去 段兰拳说自己在灵中等他 殊不知 这一去便是生死之别 另一边 慕容学虎赶到荒山之中 与曾经的部下会合 看着寥寥无几的手下 慕容学虎为了不连累他们 让他们解散 隔天 慕容学虎独自一个人 赶往王宫复仇 此刻燕帅早已准备就绪 慕容学虎将镇国宝刀 飞烟刃 扔了出去 紧急着拔出长道 与四名大将较量 慕容学虎身经百战 一个来回 便将一人赐于马下 之后便下了马 以蛮力将对方战马拍倒 如此好身手 令人震惊 眼看次元大将不敌 在燕帅的指使下 其他士兵一拥而上 想要以车轮战取胜 殊不知 慕容学虎并非奸臣 罪魁祸首是燕帅 当初他亲手杀了 舒服燕王 又发动兵变夺权 将黑锅 摔给慕容学虎 慕容学虎 骁勇善战 一个打十个都没问题 然而寡不敌众 慕容学虎 伸中树剑 就当他快要坚持不下来时 公主燕菲尔回来了 为了你一个人的野心 把死了这么多人 燕菲尔提出 与燕帅一绝生死 慕容学虎担心 他会败 急忙阻拦 殊不知此话一出 燕帅便失去人心 燕菲尔接过飞燕刃 与燕帅较较量的起来 然而勇气并不代表实力 几个来回下来 燕菲尔就硬 记不如人 落了下风 就连手中的飞燕刃也被打掉 失了兵器的燕菲尔 还被燕帅狠狠踩在脚下 关键时刻 燕菲尔捡起地上的长枪 将燕帅刺了个对穿 公主燕菲尔赢得了决战 士兵们纷纷弃甲 改为拥护公主 慕容学虎看到这一幕 很是欣慰 却因伤势过重 无法与他分享胜利 隔天 燕菲尔回到山中找断蓝拳 可惜见到的却是一具冰凉的尸体 因为那日 断蓝拳为了救燕菲尔 早已身中毒箭 这也是断蓝拳 没有陪他回燕国的原因 这也是断蓝拳的尸体